像我们要去海南岛一样 08年去海南 那些海南的反对的众生 到我庙门口来了 挑战了 杂草 你来有什么用 你就凭你几场法会 你就要改变我们海南吗 结果我们要去了 比如说明天要去了 今天他们那个短信 就说那个法师是假的 你们不要去参加他的法会 人的念头从哪来的 人念头有时候是鬼的念头给的 鬼就挑拨人 让人做这些事 很复杂的 错综复杂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这么多人 来的动机每个人各不一样 很多新来的 一点不了解 或者是不了解这个我们法师 他不知道他观望 干嘛 佛教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这样 法会 然后是过程当中 他又很疲惫 然后不耐烦 各种各样的情绪都有 各种情绪 各种的这个心态都有 你说要把这些心态 这些情绪把它平静一下来 要把它弄成统一的和谐的 全部向上的 领会佛法道理 跟佛法相应 然后自己的业障 趁着佛光 趁着莲花都超度了 整个法会下来 我们身心轻松的 达成这样一个效果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就像那次带包头一样 我首先告诉大家 我说你看今天法会要开始了 你们会有什么特征 特征之一就是要睡觉 眼皮很重 大家一边一大壳一边 我说是的是的 你都干脆就趴着那睡了 我说随着法会的进行 你们会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轻松 到法会原版的时候 你们会身心轻松 叫你们睡也睡不着 给你个床也睡不着 很激动 我说这个就是唯物的现象 你可以自己感受到的 整个法会所形成的变化 超度不是说最后那一刻才超度 从法会的一开始就超度了 从你们想来参加法会 就已经开始超度了 是不是这样 在做的是不是 是这样的 你计划的要来会日四 其实就是已经改变你的磁场 改变你的业力了 当你来 还有一个过程 还有一个八神的过程 当你脚步一踏进会日四 马上又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参加了门眼睛法会 又不一样 然后来现在坐下来 又不一样 一点一点变 一点点变 不仅仅说 前面那个月亮没有 现在月亮升起来了 现在月亮升起来了 我们人的幸福就是来自于一切善的因缘的和合 我们才能幸福 我们善的因缘缺失了 我们的幸福感会确实 不是有钱才会幸福 它不是唯一的 很多很多的因缘 这些因缘当不存在的时候 你都不会有幸福感的 所以除了我们要挣钱 我们还有吩咐知识 我们还要懂得这些 我们尊重尊重这些 认识它 尊重它 感恩它 一个人活在感恩心中的和没有感恩心的 两个人的生命质量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幸福感会来的 有一个有感恩心的人是很美丽的 很美丽的 你身上的光 这时候拍照片再一看就不一样了 有光就变得很美好的 很好的一种光 现在都有了 有那个照相机 前几年我在新加坡就有 商场就有 现在我们中国大概也有了 那个拍照 通过你的光 然后这上面的字就出来 你是什么命 什么性格 有没有 中国国内还没有啊 赶快去引进 你做这个生意 我在新加坡就那个商场里就有的 商场一个角落 有个照相机 你只要往那里做 咔一张给你拍了 它就是你人身体就呈现出的那个光 它就根据你呈现的光 就能给你算命 你这个人是什么性格 你适合做什么世界 你有人缘还是没人缘 你是思想型的 还是属于这个行为 属于说 这个 都给你算出来 就通过你的光就给你算出来 结果我看到这个我很好奇 我说我也来拍一个 我那我入定 我想那个一入定 你只要一入定 那个光它就不一样了 然后一拍出来 非常好 这人有人缘 这人有什么 凡是所有好的词语都用上了 拍出来的光跟别人真的不一样 那个红色的 红的还发紫 那个光 精灵有感恩心 是不是这种心态 你自己都会觉得很温暖 是不是 然后你身上的光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天地善神都喜欢 叫光彩造人 光彩造人的时候 你首先造的是自己 得意的是自己 所以这边 这里我多讲一些观音菩萨 我讲这些话 我讲这些话 观音菩萨喜欢不喜欢 你们听了 如果听明白了 愿意按照这个去做 观音菩萨喜欢不喜欢 那就好了 要做观音菩萨喜欢的人 对不对 那你要想吃肉 想杀身的观音菩萨 会不会喜欢 要发脾气 对父母不孝顺 那观音菩萨 肯定不喜欢吧 所以要做观音菩萨 喜欢的人 符合圣贤 对我们的要求 所以我今天读了一眼睛 真的我一边读就想 我们现在的人 是怎么样的 如果我们现在的人 天地都不喜欢你 与天地为敌 与诸佛菩萨为叛逆 叛逆诸佛菩萨 用天地善神 都是对的干 让我们天地善神 都愤怒 天地愤怒 让所有的那个都不高兴 那你我们人还有什么前途吗 必然是死路一条 你失败要告终了 所以我们现在赶快要觉醒 知道吗 觉醒 然后扭转乾坤 要把我们给改变 改变命运 改变我们的思想法 思路 改变我们的行为 符合诸佛菩萨教导 让天地欢喜 那就好了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才是很重要 所以我这个传喜传喜 就是这么个传喜 今天是六月十八 现在马上进入子时 再过几分钟 就是六月十九了 我们总算作业成功了 恭喜大家 阿弥陀佛 今天也很奇怪 我从六点半到现在 我居然一点也不累 这说明我们大家都很好 状态很好 大家都都是很投入 没有逆反心理 不是逆反心理 我们拉锯站了 我很累的 今天很好 说明大家都很配合 今天大家都很得利益 都很得法益 身心都很净状态 是不是 是不是现在很轻松 现在不想睡觉 今天大家法会吉祥圆满 每个人都法喜充满 给自己鼓掌 今天法会这么好 也感恩天龙护法 所有一切善神的加倍 以及保护 给他们鼓掌 谢谢大家 更是要感恩观世音菩萨 不舍众生苦 千处祈求千处应 苦海常坐度人舟 感恩观世音菩萨 也感恩我们本师 释迦牟尼佛 在五桌恶事 来成佛度我们 感恩我们生活当中 所有的帮助我们的睡眠 支持我们学佛的人 也感恩这个生活当中 所有的蜜缘 帮助我们成长 让我们成熟的人 我们 发挥我们群情激愤 下面睡觉的时候 要放下身心 沉浸下来 进入甜美的梦想 阿弥陀佛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务有 一 不定期举办 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 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耶护经费 带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保持人 达世上 慈悲智业花连中心 举办起见三天 消灾操见祈福法会 礼拜三千佛明经 点灯 供水 护生 药供 即甘露诗食 功勤法务三众 共同领众 日期3月18日星期六至3月20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至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3月28日星期二上午九点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礼拜慈悲三昧水产 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3月29日星期三上午九点 举办中风三十系列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3月30日星期四上午九点半 佛学讲座即佛前大功 13点30分 余且宴口超度法会 恭请会态法师 会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主法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目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谁会不爱自己的孩子 我的事情 我自己做主 不要你管 阿刚儿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如果你真的是为我好 那就应该 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作为一名动物摄影师的阿刚 最大的梦想就是去非洲草原 拍摄纯生态的野生动物 不过 她的母亲 却极力反对 自己唯一的儿子 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 现在 我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 去非洲大草原的机会 可是我母亲那个老顽固 说什么也不让我去 阿刚 你父亲去世的早 你母亲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他不希望你去非洲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现在不要这么生气的 是啊 阿刚 去非洲拍摄野生动物 可是非常危险的 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你不是也去过非洲吗 既然那里很危险 你为什么也要去呢 没错 我是去过 不过当时 我的父母也是非常反对我去那里 现在我明白了 他们是因为爱我 关心我才会阻止我的 每一位做父母的 都深爱着自己的孩子 没有错 做父母的都是深爱着自己孩子的 阿刚 你要理解你的母亲 我可以感觉出 我母亲这是对我好 但是 她完全将自己的想法 强加在我身上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阿刚 我过去和你的想法一样 直到我在非洲 看到了那头非洲狮妈妈后 便一下子理解了自己的父母 于是我毅然地回国 回到了父母身边 非洲狮妈妈 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件事情 当初你突然从非洲回来 让我们都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去非洲拍摄动物 是你一直的梦想 可是你去后没多久便回来了 我们还以为是你在那里 遇到了什么挫折了呢 对呀 你快给我们说说 那头改变你想法的 非洲狮的故事吧 嗯 我去到非洲后 便找了一位当地人 做向导 进入了大草原深处 很幸运 我们发现了一个狮群 拍摄狮群的生活 虽然很危险 但却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太棒了 真是太棒了 能够拍摄到 百兽之王狮子的照片 一直是我的梦想 不过我们距离它们太远了 朋友 我们能再靠近一点吗 不行不行 那样做太危险了 要知道 如果被狮群攻击的话 我们即便是在车里 也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只是在靠近 它们几十公尺而已 我愿意多给你一些钱 这样总可以了吧 不行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答应过我的妈妈 一定要和狮群 保持一定的距离 否则我妈妈会担心我的 哦 你不是说 你的妈妈已经去世了吗 既然已经去世了 那她怎么还会担心你呢 世上 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呢 我妈妈在世的时候 就担心 我从事这种工作会出意外 所以我向她保证我 绝对会和狮群保持最安全的距离 现在 我妈妈虽然不在了 但是我也不希望 她在天上替我担心呢 世上的母亲 都是爱自己的孩子吗 当然了 不止我们人类 就连动物也是如此 狮子虽然凶猛 可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 也是非常宠爱的呢 说着她朝狮群看去 狮子群里 一只小狮子正调皮的 在她在地上打盹的狮子妈妈身边 跑来跳去 狮子妈妈被她吵醒后 只轻轻地伸出爪子 拍了拍她的小脑袋 你看到了吗 即便如此 她的母亲 也丝毫没有责怪她的意思 嗯 我的拍摄重点 就是这对狮子母子了 我相信 她们一定会成为焦点的 从那天起 我便开始观察那对狮子母子 那只小狮子非常调皮 不是在妈妈睡觉的时候 窜到身上将其闹醒 就是啃咬着妈妈的尾巴 不过她妈妈却很少发火 只有她要靠近草原边上的悬崖时 才会生气 哎呀 你看 那只小狮子竟然又要往断崖边那里跑 这个家伙真是太不听话了 如果她真的掉进悬崖 那可能会受到极大的伤势的 你要去哪里 哎呀 妈妈 你睡醒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 不准跑到那边玩吗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快给我回去 我就只是想在这里玩玩 我不会跑到你说的悬崖那里的 真的妈妈 我不会去悬崖那里的 那也不行 你知道那里有多危险 要是再让我看到你去那里 我就要好好地处罚你的 哦 哎呀 这个小家伙还在生气呢 她的母亲可都是为了她好呀 那只小狮子一直感觉 她的母亲过多地限制她的自由 所以一有机会 她总是想跑去断崖那里 好机会 现在妈妈不在这里 我正好去那边看看 看看那里 究竟有什么可怕的 哎呀 不好 我停不下来了 啊 妈妈妈妈 快来救我 怎么回事啊 这个家伙真是太不听话了 她竟然真的不听她妈妈的话 跑到那里去了 现在可好 掉下去了 这下要怎么办啊 可不是嘛 小狮子 一直以为她妈妈 在限制她的自由 现在她应该知道了 她的妈妈以前 那是因为爱她才那样做的 我们过去救救那只小狮子吧 不行 我们不能过去 那样做太危险了 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 看着那只小狮子死掉吗 你放心好了 她妈妈一定会救她的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母亲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 当看到自己的孩子遇到危险 做母亲的 会不顾一切地去救她的 小狮子掉落的地方那么陡峭 母狮子 母狮子如何能将她救上来呢 妈妈 妈妈 你快来救救我 怎么办啊 她那个位置 我根本没有办法下去救她 不要着急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想办法 对 我们可以一个拉一个将你放下去 这样 你就可以下去将她拉上来了 对啊 你这个主意很不错 就这样 狮子们一个接一个 将狮子妈妈 慢慢地送到了悬崖下面的平台那里 妈妈 对不起 你是不是生气了 知道错了就好 妈妈是不会生你的气的 我以为 狮子妈妈会狠狠地教训小狮子一顿 没想到 她竟然会这样 狮子妈妈为什么要教训她呀 因为她妈妈一直不让她靠近那里 可是 她总是听不进去 所以今天才会这样 妈妈都是爱自己孩子的 不管孩子做错了什么 妈妈都会原谅自己孩子的 嗯 你说的有道理的 经历了那件事情后 我便毅然决然地回国 回到了妈妈身边 我以为 我妈妈会因为我当初的不辞而别而生气呢 结果等我回到家后 却发现 我的妈妈并没有生气 母亲都是爱自己孩子的 嗯 怎么搞的 那几只小鸡 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怎么 这几只小鸡不是你们养的 当然不是我们养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喜欢跑到这里玩 孩子们 我不是和你们说过好多次了 不要跑到人家院子里玩嘛 哎呀 妈妈又找来了 我还没玩够呢 不要管妈妈 反正她也钻不过来 不如我们玩通快乐 再回去好了 嗯 我们不理她 孩子们 你们没听到我的话吗 快回到妈妈身边来 这些小鸡也太调皮了 他们的妈妈那样叫他们 他们怎么也不快点回去啊 你的母亲 不是也一直在让你回到她身边吗 可是你做到了吗 哎呀 变天了 快要下雨了 雨好大了 对呀 我们快跑回去找妈妈 糟糕 雨好大 我的小孩还在里面 我要快找找哪里有洞 可以进去 那边有个洞 孩子们 快来我身边 妈妈 妈妈 没事了 妈妈会保护你们的 别担心 你说的没错 做母亲的 都是爱自己孩子的 哪怕孩子 曾经让她生气 伤心 我想明白了 我要回到我的母亲身边 嗯 哈哈 阿刚 你回来了 快来吃饭 我一直等着你呢 妈妈 对不起 我不该惹你生气 我不该惹你生气 我不会再让你 为我担心了 嗯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互持功德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哲波罗蜜 明镜无量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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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